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N Honor 兩吟飛 這次受邀全台灣最大的自由潛水裝備備商 以及海外水下娛樂有限公司的邀請去演講 我會跟.. 还有海外雪下娱乐一起去参加这下期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没有办法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不过呢 我们有线上影片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去做交流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 在和大家聊自由潜水之前呢 我想要先说我自己本身 我呢是一个极度紧绷的人 加上我的工作环境又是非常的高压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都要把自己给逼疯了 把自己给逼死了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有错误发生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是 事事要求完美跟精准的那种人 那时间久了久之 其实我有发现自己不是这么的快乐 那虽然物质上我可以给自己还不错的享受 不过我觉得我的精神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匮乏 抽烟打电动唱歌喝酒 呃你们想象的到的任何的狂欢 或是能放松的方式 其实我都去试过了 但是没有一样是可以让我放松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女的关系 所以我不是很擅长跟很愿意去把自己心里的话 呃跟别人说 那时间久了久之 其实我也累积了蛮多的负能量 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宣泄的管道 而我呢一直有忧郁跟抑郁的困扰 那以前童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有创伤症候群 也是大家常听到的PTSD 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先明白 就是荧光幕下面糖衣下面的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大概在一年半前 我接触到自由潜水这四个字 那时候就会很好奇说自由潜水是在干嘛 于是我就马上拿手机Google 当下我就觉得哇好像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我刚刚前面有说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嘛 于是我就马上帮自己报名了自由潜水的体验 那我记得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好酷哦 靠在海水里面的感觉好舒服哦 海蓝蓝的好漂亮哦 甚至是光听海浪的声音 就会觉得整个人被偷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的工作呢还是很忙碌 所以没有时间就是去好好的接触跟了解大海 直到有一次我失恋了 哇那一次失恋 对我来说真的是天崩地裂 同时那一次也是我人生中的最低潮 那我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的脸上就是长了十几个痘痘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问医生说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会长痘痘的人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是因为可能是我压力太大 还是内分泌失调 因为那时候我必须要去面对很多人 那时候分手我记得很清楚 全部的媒体都过度的关切我 那你们也知道在台面上讲话 总是要说的关腔一点 所以其实我 我很委屈的生活了好一阵子 那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这么的好 我就想说有一个仪式感嘛 女生不是都会去剪头发还是展头发 我就想说那我去换一个造型 然后那次去做造型的时候 我的造型师把我的头发这样掉开来看到头皮里面 才知道说哇怎么会有一个洞 然后他就用镜子反射给我看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我那时候是鬼剃头 我当下其实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我让我自己的身体跟心灵 背负了这么庞大跟巨大的压力 你们可以想像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很爱漂亮的女生 不是很漂亮的女生 很爱漂亮的女生 然后头发掀起来里面都是掉光的 就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 后来呢在去年四月我就决定说不行 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不需要好好的把自己修好 于是我就排了一段时间 记得大概是一周的时间去小琉球 因为我记得大海似乎可以修复我 我就决定去自由潜水 那那时候去小琉球大概一周左右 就是早以前晚以前 那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教练 所以他们可能很习惯这样子的潜水的方式 跟这样子生活的方式 但因为我不是 我之前没有就是这样自由潜水的经验 加上我那时候失恋 我根本就是完全吃不下东西 后来回到民宿发生一件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天在洗澡之前 我直接 我直接昏倒 然后我的头直接撞到地上 整个民宿的人都被我吓死 那后来才知道说是因为我都一直没有吃东西 然后滴血糖 那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我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自由潜水 因为自由潜水它跟你身体的健康程度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也不想要自己再用这么不好的生活方式 决定认真的了解自由潜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触的是我现在要说的这个故事 因为我其实患有忧郁症有好一阵子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生病状况最不好的一阵子 那我就是因为我都有在看精神科的医生 我就去找了我每次看的那个医生 我去跟他说了一下我的状况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看诊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医生的荧幕 他荧幕上就把我的就是原本的忧郁症改成重度忧郁症 其实是还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那次看诊我有跟医生提出了说我身体上面的改变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手会开始感觉到麻 然后有时候拿东西没有办法拿起来或拿得很好 其实这件事情我都没有跟别人说过 因为那阵子其实真的是我人生中很痛苦的一阵子 好我继续说有点离题了 那我就跟医生说我手麻的地方大概到哪里 然后医生就是确定了我那阵子的身心的状况 确定说我家有没有糖尿病的事 那也都没有 那后来医生才跟我讲说 我手麻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的交感神经出现了问题 那我就很好奇说 为什么会是交感神经出现问题 然后手会变麻 医生就告诉我说 当你的身体就是抗衡一个阶段太久之后 会自动会出现想要逃避的状况 所以呢你的心理会连带影响你的身体 这次跟医生聊天聊完之后 他就问我说 嗯娜娜你不是有在自由潜水吗 那你觉得自由潜水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然后我就去想了一下这件事情 他就说你自由潜水完会不会觉得像是被重新开机 突然感觉比较舒服 我好像有耶 但是一时之间又讲不出个所以然 医生就跟我讲说 那你下一次去自由潜水的时候 你好好感受一下 他就说你看看你去之前玩 手麻的症状会不会有所改善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改善 怎么可能那么神奇 他就有告诉我说 因为当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潜入海底的时候 我们不是心率会就是会变缓吗 然后于是身体就会进入一个很神奇的 自己修复的功能跟阶段 因为臂气的关系 所以你的身体会像是重新开机一样 他会就是重新的帮你调节 之前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后来呢 真的就是去自由潜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手很麻 我就想说好那我来试看看 于是我就下潜 臂气暖身没有多久 我上来的时候 我就立刻感觉到我的手不麻了 真的很神奇 那自由潜水的学科也有上过 就是知道身体呢 耗氧量降低 心率会变慢这件事情 但是我没有办法 预测得到的是 我居然会这么需要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问我 自由潜水跟大海 对我来说像什么 我会回答你们 像是一帖良药 我自由潜水到现在刚满一年的时间 我因为自由潜水 我觉得人生其实有点 不是有点是根本就变得不太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去旅行 然后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 我也拍了很多在雪下漂亮的照片 我也因为大海而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酷的事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过说我会去报名自由潜水的比赛 而且不是只有一场 我报名了两场泳池赛 然后一场深度赛 而且那场深度赛 真的不是我要讲 真的是很有纪念价值 因为是台湾 有史以来第一场 举办的深度赛 然后是在小琉球 听到这边是不是 在荧幕前面的你们 要帮我来一点掌声呢 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参与比赛 一开始我是因为主办方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就是问我说 诶娜娜你要不要来参加比赛 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开始是拒绝他的 但是是温柔的拒绝 因为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没有很厉害 然后我掉潜水的时间也没有很长 那我凭什么去跟人家比赛啊 就会对自己其实很没有自信 然后我的朋友呢就是那个主办方 他就跟我讲说 可是你不觉得自由潜水本来就是跟自己的竞赛吗 而且这是一个很酷的体验 像自由潜水的比赛 如果你爽你就继续 你不爽你就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耶 我就思考了大概五分钟 我就说好 那我要去比赛 我要试看看 我不想要错过这个这么棒的人生体验 那因为人生就是这样 你如果不去做一些新的体验 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样 那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喜欢 其实我也还蛮庆幸自己有一颗大心脏 跟有一副厚脸皮 所以去完成了我做了很多新的挑战跟尝试 也完成了很多我觉得 不在我想象范围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后来我才发现我实在是 太去注意跟重视别人看我的眼光 所以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压抑 因为我就是凡事都想要做好嘛 但我想其实这应该也算是一种 职业伤害 那自由潜水这样我认识了我的另一面 他告诉我学会放松跟放慢 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都逼着这么紧绷 舒服放慢脚步 也可以是另一种认真的态度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失败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冒险做你喜欢的事情呢 在我训练的这段期间 跟我一起训练的一个好朋友 Ixson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会及时刻的 他告诉我说 关于比赛 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 但你一定要开始了之后 你才能很厉害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观念 其实不一定是运用在自由潜水或是比赛之上 也是可以运用到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当中 刚开始自由潜水了之后 也才能惊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渺小 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宇宙之间真的就只是一小颗尘埃而已 那在严峻的大自然里面 每一刻你都可以感觉到生命的脆弱跟无力感 这一口呼吸的旅行真的是很迷人 那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趣 我平常很常在我的Instagram的动态里面呢 跟大家玩Q&A的问题 那我记得我那一次的问题的标题 我是打说 你们可以问我一个问题关于自由潜水 那其中有一个粉丝 有一个网友他的问题真的是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们知道他问了什么吗 他问我说 娜娜娜娜娜 我想要问你喔 你觉得自由潜水跟爱情哪个比较困难 是不是 就觉得哇 这个问题真的很特别 不过 因为我是爱情小天才 然后又热爱自由潜水 所以当下呢 我真的虽然笑归笑 但我真的是好好思考的 这两个问题的关联性 真的有关联 自由的人爱上自由潜水 但不管是夺自由的人 也愿意为了爱情而停留 这两件不在同一主轴线上的事情 却似乎又可以一起去讨论 不管是夺自由的人 都会去探索自己的这段旅程跟过程而着迷 这跟爱一个人是一样的 爱也像是一面镜子 你去爱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自己是怎么样模样 你会发现自己是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自由潜水的时候 因为你要让减低自己身体的耗氧量 所以呢 你要避气 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 这就跟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啊 谈恋爱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争执跟不愉快 但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告诉自己放松 要去控制自己的脾气 要不然你就会不小心伤害了彼此 伤害彼此之间的牵绊 这都是一种自我控制 从忍耐到内化的一种能力 但以上这两种 皆容易让人上瘾 自由潜水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这么酷 又这么好玩 有意义的事情 我一直到现在 还在经历自由潜水 带给我的不一样的感受跟体验 我因为自由潜水修复了我自己 我也是因为自由潜水才知道说 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勇气 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那我也因为自由潜水 去探索更深层的自己 我是自浅人 我是梁明辉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自由潜水的行列